西班牙隊在世界盃勝出後 本國球迷紛紛上街慶祝,歡喜躍狂 在多倫多市中心的College 隔巴伐斯地區 一些西班牙球迷甚至早上就聚集在這裡 比賽一結束,上千名球迷立即沉醉在勝利的喜悅當中 由此可以看到,西班牙的球迷今晚的慶祝活動將會十分熱烈 而在溫哥華,亦都有上千名民眾聚集在溫市中心的Granfield街 觀看大燕樂轉過的決賽 在加時結束前的四分鐘,西班牙終於打破局面射入一球 贏得了今季的世界盃冠軍 在場的西班牙球迷更加興奮得手舞足蹈 唱起西班牙語的歌曲 本地的華人社區也充斥著一片世界盃熱潮 不少人相約一起看球 多倫多華人足球總會更加包含餐廳 和會員欣賞這場總決賽 由記者何家別報導 雖然大家都是多倫多華人足球總會的會員 不過捧哪一隊就未必一樣了 支持西班牙的有,支持荷蘭的也有 更加不少得有淚球迷 她說受丈夫影響,近兩年開始喜歡踢球 多倫多華人足球總會總教練 吳錦華說,每逢大型賽事就會相約會員 帶一家大小看球 我們剛才練習兒子, euros 青分那些 年年少女子所以一起去看排球 萬眾足目的世界盃總決賽 他們更包含餐廳的欣賞 我們期望著多一點的賽事 能多這樣成長一千 因為大家喜歡足球 每人都不同國家都擁into 大家又可以爬爛爛d 真的很有趣 看 balanced拋而不是大人的專理 小朋友同樣喜歡 父子齊齊看球 便令激烈的賽事添上一點溫興 新时代电视记者何家碧报道